當你拍精蟲,或者說你在,譬如說像當你真的下水之後,你會發覺,當然,精蟲本來就是一個智慧性很高的生物,就是不用懷疑的 所以他們其實有許多特性,譬如說他們對事物是非常好奇的 那他們研究也顯示他們其實,他們可以學習,他們會好奇,他們甚至有自我的意識 那,但是,其實你,當然你就學理上,你其實都知道這些東西 但是當你真的下水,真的跟他們距離,譬如說在,譬如說不到五公尺以內的距離 你想要一隻十六公尺,或者是,譬如說四五公尺的寶寶比亞,十六公尺的成體,在你身邊游過的時候 那,你還是會,會,你真的是全身會起雞皮疙瘩,那種感覺是會,會,會 但是,你跟這麼大的動物,然後就在你的身邊 然後,但是他們是,呃,那個時候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peaceful,是非常的gentle,是非常的寧靜 那,那當然其實,你也知道他們是野生動物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一些你無法預期的狀況 對,但是,但是,至少在我跟他們相處的,目前的位置的過程中,呃,大部分的時間 說真的,我也有看過他們,呃,比較,就是,狂暴的時候 就是,呃,但是,你還是會驚訝於他們在,在,在對於你的好奇 就像我們有一次,呃,在,呃,就是,有幾次下雪 我們常常下雪的時候,下雪之後,那,不論是寶寶好奇也好,或者是媽媽好奇也好 他們都會跑到你的身邊來,然後就在身邊打轉,就是一直看著你 對,就像,我們有一次碰到的是一隻好奇的寶寶,然後寶寶就從,呃,媽媽身邊游過來 對,那,通常好奇的其實也都是寶寶沒有錯 但是,但是,常常碰到的狀況是,媽媽相對來說,媽媽會比較謹慎 所以,那個回到媽媽的個性,有時候媽媽的個性比較謹慎,他就會把寶寶擋住 不讓寶寶過來,對,那甚至有時候,他看到寶寶要靠過來,他就把寶寶叫走 因為他們反正可以用聲音溝通,可以聽到他們用聲音溝通,然後寶寶就離開了,媽媽就帶著寶寶離開了 但是我們有一次碰到一隻好奇的寶寶,然後那個媽媽很爽 就是,那個媽媽就不管寶寶,他就去睡覺,他就去睡,他就變休息了 然後就讓寶寶跑到我們的身邊,然後寶寶就在我們身邊轉啊轉啊轉啊轉 然後就把我們當,當玩具也好,當拖音也好,當baby sitter也好 就看到那個寶寶就一直來往於我們水上的幾個攝影棚 然後又跑到水下,媽媽在水下睡覺,他就跑上來換氣,然後到我們攝影棚附近逛一逛 然後又跑回到媽媽身邊,去看一看媽媽是不是還在那邊 然後去摩擦一下,然後沒事了又跑回來 就是我們就這樣在水下跟他相處了大概一個小時 就一直不停這樣子,爸爸就一直過來,看一看,玩一玩 在身邊打滾翻滾,然後又下去這樣 所以你會,那樣的經驗真的是讓你大概永生難忘 你可以跟那麼巨大的生物,然後在那麼近的距離裡面 然後他是跟你有這樣的互動 對 那,但是就像我剛剛提到,其實我也碰過 呃,相對來說是比較危險的畫面 就是有一次我們也是碰到一樣一個寶寶 很好奇的人跑過來 那,那個媽媽其實也是在睡覺 對,但是相對來說那隻母雞,那隻媽媽 那他就沒有那麼的,其實是好事啦 就是相對來說他是比較謹慎 但是他,那媽媽去水底下 因為大事情他們常常會沉到一定的 媽媽常會沉到一定的水下面去休息啊 或者是在那邊做比較穩定的停留 對 那一開始的時候,因為可能寶寶都還在他的視線範圍裡面 所以他就很放心的讓寶寶 然後,反正在我們周圍晃蕩晃蕩 對 那,後來我們覺得相處的差不多了 我們就開始往回游 我們希望會游,我們要游回船上 因為,基本上當你在水底下跟鯨屯相處 當你要離開的時候,是你到船上去 不是船來接你 因為船,當然如果鯨屯還在那邊 就是這個樣子,如果鯨屯離開了 當然船就會過來接你 對,但是基本上如果鯨屯還在那邊的話 呃,你不會希望船隻的進入來干擾他們 所以往往是在水裡面的人 游到游離鯨屯一段距離之後,船隻再過來 你不希望因為船隻在靠近而干擾 對,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決定要離開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 開始慢慢地游離開那個母子群活動的 母子群活動的範圍 對 那我們開始離開了之後 我們開始游游游游游游游 就開始往外翻 游到快靠近船旋邊 我們突然回頭一看 那發覺鯨魚寶寶 跟著我們過來 就是鯨魚寶寶 就是還想要玩啊 就是開始 所以他就跟著一路尾隨你 就讓小狗跟著你這樣 然後又跟著你回家這樣子 對 那 就像你們也知道 其實基本上 在 剛剛你跟野生動物相處的時候 基本上你絕對不會去靠近單獨的幼體 因為你不知道 你靠近單獨的幼體 尤其是有時候媽媽比如說去蜜食或去高癮 如果沒有看到媽媽的中癮 你靠近單獨的幼體會有很大的風險 對 因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母親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對 那 所以我們其實在水下 通常 通常 因為有時候媽媽也會下潛 那 有 小精一個人在水邊上 那那個時候 基本上 我們根本連下水都不會下水 因為你不知道 母精上來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對 那一般的狀況就是小精跟著我們游過來 那 那時候我們看到小精那麼靠近我們 就跟著我們像小鬼一樣在游 馬上當然下意識的反應就是看 母精在哪裡 對 因為你要知道 母精 就像剛剛提到的 水是三度空間的 所以她可能 搞不好母精其實也是跟著 她根本在水底下是跟著你過來 對 所以等到我們那時候就是 在水裡面這樣子 搜尋一遍之後 你看到母精的身影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發覺 母精其實已經 她已經發覺 寶寶不見了 對 已經看到 寶寶跟著這一群 不知道 不知名的生物 離開了 然後寶寶跟在後面 所以 等到我們看到了母精的那個當下 其實母精已經是朝著我們衝過來 對 那 當然其實 就像我剛剛講 其實他們還是 但是 就我們用人的 擬人化的行為 想法去形容他們 他們其實還是非常的 相對來說 他還是沒有直接的 對你做什麼任何的碰到 他基本上就是到你的旁邊 然後做一個月升級浪的動作 就是跳起來 然後 砰 這樣摔下來 但是非常非常近的距離 所以 你在他 出水的時候 然後 其實你看到 已經大到 你只看到他身體的一個區塊 在你身邊 然後出水 然後 就這樣在你旁邊這樣摔下來 那 你們也知道 就是 像你們去游泳池 如果你有一個東西掉下來 你會看到的東西是 你會先看到那個東西的 呃 形體很清楚 然後後面緊接著來的就是 一對泡泡 對 那 你就看到一個巨大的身體 從你旁邊這樣 砰 掉下來 然後接著你就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整個泡泡木就這樣衝過來 對 然後 你就開始滾 你就開始往後被 被那個整個水流往後衝 對 那 你那時候就 你什麼都看不到 其實一樣啦 就是這種事情都很短 但你就會覺得 很長 然後你就希望 不要被任何 再看不到的時候 你不希望被任何的 不論是 反正 鯨魚的任何的部分碰到 你不希望被任何回到 但是等到 真的 那些泡泡都散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 媽媽已經帶著小鯨魚 大概離開到一定距離以外 那 這個是 相對來說 比較危險的經驗 那 說真的 你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就像其實你 為什麼會去東家 因為 呃 東家 它其實它是一個 法律規定 可以讓人下水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 你一般的人 你去參加所謂的 旅遊行程 他們所謂的 WILL WATCH 其實就是讓你下水 去跟鯨魚 可以去水底下看鯨魚 對 那只是 你的距離會不一樣 就是你是單純的去旅遊 還是你是 就像 呃 你是去拍照 或者你是去做工作 你的那個距離哪裡 也是不一樣的 當然相對來說 你風險就是要自己承擔 就像剛剛那個時間的風險 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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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參加這種 單純下水去玩耍的 基本上他們的導遊 其實理論上都不會讓你 到那麼近的距離 也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對 那 就是你要知道你會面對 當你 尤其你在做這樣的工作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會面對到 什麼樣的狀況 你面對到什麼樣的生物 然後可能會有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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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況發生 對 那當然相對來說你 體重上 你的 心裡 其實是 就像 他們 你可以看到那些 那個只是風 對對對 那是風 就 就是把他關起來 就像你在看 你在看 當你在看 比如說像 國來地理雜誌那些攝影師 他們在拍獅子啊 或者拍什麼動物的時候 他們會說他們相信那個動物 就像 你在拍鏡頭的時候 其實你 你也會相信 就是你會有那個相信 但是 他其實並不是說你 因為相信他你就完全不用準備 你會面對到的狀況 那反而 那個相信 對我來說 我的解釋是 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會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 你要 甚至你要去思考說 如果當我碰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樣的反應來 來解決 對 就像 前兩 上 上 今年初吧 網路上PO了 YouTube上面有一段影片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其實不是專門去拍攝 他只是 剛好在海裡面游泳 然後碰到鯨魚 他就很興奮的 拿相機開始拍拍拍拍拍拍 然後後來發覺那個鯨魚 越來越靠近他 然後 他的反應是 就像我們 可能有一些經驗就知道說 欸 當你正到怎樣的距離之後 你要開始做閃避的動作 但他可能因為沒有什麼經驗 他就只是開始一直在水裡面一直大叫 啊啊啊啊 對 然後到最後就被鯨魚霸到霸 然後你看到他的相機外掉 那 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他還活著 你想想看你被一隻 四十公噸重的生物碰到 你沒有 腿蛋手段 或者沒有昏迷 沒有失去意識 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事情 一隻四十噸的生物 那 他還活著 對 所以 呃 你會看到很多那種專業的攝影說 比如說他拍獅子 他說他相信 他所拍攝的動物 雖然那個動物可能一天到我們在他身邊 晃啊晃啊 然後那邊 好好好 但是他說還是 還是 還是相信他所拍攝的 那其實 對於鏡頭來說也是 就是他們其實 你想想看他們在海裡面生活那麼久 然後他們 他們一定比我們還是熟悉海裡面的狀況 他們可能對身體 周圍的一舉一動 其實都是有 有感覺的 所以 像我們在拍攝他們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像剛剛提到 我們其實有時候你會接近到他 譬如說 甚至五公尺以內 那那個五公尺其實都是在他的 你想想看他身體隨便一轉身 或者他的胸肌 胸肌隨便一揮 可能就會 就會碰到你 但是 你都可以 你甚至都可以看到 他們常常在靠近你的時候 他們把他們的 原本要揮動的尾棋 是停下來的 等到 經過了你 才繼續完成那個尾棋揮動的動作 或者是 他們靠近你的時候 他們其實把他們的胸肌是 是有點微微的縮進來的 那 所以你感覺到 他們其實他們對於 他們 當然他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 不知道我們是什麼生物 但是 他們在海裡面 可能跟其他動物相處的時候 跟其他生物相處的時候 可能也是這個樣子 他們是 相對來說 他們是非常 可以非常小心 或者是非常 非常 非常溫柔的 如果你用一個 你人化的方式來講 對 可能可以這樣講 所以 就像你在看 比如 你在看 當你在看 比如像 那些攝影師 他們在拍獅子 或者拍什麼動物的時候 他們會說他們相信那個動物 就像 你在拍鏡頭的時候 其實你也會相信 就是你會有那個相信 但是 它其實並不是說 你因為相信它 你就完全不用準備 你會面對到的狀況 那反而 那個相信 對我來說 我的解釋是 你要知道 你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會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 你要 甚至你要去思考 如果當我碰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樣的反應 來 來解決 對 就像 前兩 上 今年初吧 網路上PO了 YouTube上面有一段影片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其實不是專門去拍攝 他只是 剛好在海裡面游泳 然後碰到鯨魚 他就很興奮的 拿 拿相機開始拍拍拍拍拍拍 然後後來發覺那個鯨魚 越來越靠近他 然後 然後 他的反應是 就像我們 可能有些經驗就知道說 當你 正到怎樣的距離之後 你要開始做閃避的動作 但他可能因為 沒有什麼經驗 他就只是開始 一直在水裡面 一直大叫 啊啊啊啊 對 然後到最後就被鯨魚 啪到啪 然後你看到他相機外掉 那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他還活著 你想想看 你被一隻 40公噸種的生物 碰到 你沒有 腿蛋手段 或者沒有昏迷 沒有失去意識 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事 一隻40噸的生物 那 他還活著 對 所以 你會看到很多 那種專業的攝影 比如說他拍獅子 他說他相信 他所拍攝的動物 雖然那個動物 可能一天到晚在他身邊 晃啊晃啊 晃啊 那邊好好好 但是他說他還是 還是相信他所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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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活 那其實 對於 對於鏡頭來說也是 就是他們其實 你想想看他們在海裡面 生活那麼久 然後他們 他們一定比我們還熟悉 海裡面的狀況 他們可能對身體 周圍的一舉一動 其實都是有 有感覺的 所以 像我們在拍攝他們的時候 我們常常就像剛剛提到 我們其實有時候 你會接近到他 譬如說 甚至五公尺以內 那那個五公尺 其實都是在他的 你想想看他身體 隨便一轉身 或者他的胸肌 胸肌隨便一揮 可能就會 就會碰到你 但是 你都可以 你甚至都可以看到 他們 常常在靠近你的時候 他們把他們的 原本要揮動的尾棋 是停下來的 等到 經過了你 才繼續完成那個 圍棋揮動的動作 或者是 他們靠近你的時候 他們其實把他們的胸肌 是有點微微的縮進來的 那 所以你感覺到 他們其實 他們對於 他們 當然他們不知道 我們是什麼 生物 但是 他們在海裡面 可能跟其他動物相處的時候 跟其他生物相處的時候 可能也是這個樣子 他們是 相對來說 他們是非常 非常小心 或者是非常 非常 非常溫柔的 如果你用 用一個你人化的方式來講 對 可能可以這樣講